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是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订70周年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 4月26日韩国总统尹齐悦在白宫与拜登正式会面 双方还发表了一份《华盛顿宣言》 强调美韩的安全合作关系是坚如磐石 那里头有几个重点很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 韩国不研发核武器 第二 朝鲜如果对韩国发动核攻击 那朝鲜政权就会画下据点 第三 美国将动用全方位的能力 来帮助韩国拒止朝鲜的恐吓 包括动用核武器在内 第四 美国将派出具有核导弹的潜艇访问韩国 这是40年来头一遭 还有 在双方的会后记者会上还强调 美韩会合作来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来确保南海的航行自由权利 好 对韩国有些了解的朋友都看得出来 这次尹席月访问美国 等于是大幅的修正了韩国的对美政策和对华政策 那大家知道 韩国虽然长期跟美国是盟友 但是韩国一方面受到北方朝鲜的威胁 另方面还有对中国市场的商业考虑 所以过去韩国当局都是比较水猫派的 像朴槿惠和文在寅这两位前总统 他们的对外政策基本上都是友善中共随进朝鲜 那也因此 过去韩国政府对于最敏感的台湾问题 从来不愿吭声 就好像台湾是远在南半球一样 那就连现在的总统尹席月 他一开始也不太想跟台湾挂上钩 他们想要在美中之间保持等距平衡的关系 所以去年佩洛西到韩国访问的时候 尹席月还特别以休假的名义 回避跟佩洛西见面 避免被逼着在台湾问题上来表态 但是这几天 尹席月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转变 尹席月在出访美国之前就对媒体表态说 台湾问题不只是台湾与中国之间的事 而是和朝鲜半岛问题一样 是全球性的问题 而且台海局势之所以紧张 是因为有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 他还罕见的强调 韩国反对任何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 尹席月是韩国近年来第一位 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和平 暗批中共的总统 等于是翻修了韩国的对华对台政策 当然也招来了中共战狼的叫嚣咆哮 不过尹席月修正的还不只是这个 他还公开表态了希望与日本和解 他不能接受要日本为了一百年前的殖民侵略而下跪道歉 他还在三月的时候到日本去访问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展开了一场历史性的破冰会谈 希望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 看到这里你一定发现了 韩国的外交政策确实出现了大修正、大转弯 整体的政策路线从过去的清中、游美、和朝 转向了清美、友台、和日 中共跟朝鲜已经不再是韩国讨好和姑息的对象了 那为什么韩国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当然有原因 第一个原因 欧乌战争带动了1950年代韩战局势重演 欧乌战争打了一年还没打完 中共现在又处心积虑地想要磨夺台湾 而朝鲜最近也不断地发射导弹 制造东北亚的恐慌 这个局势很容易让韩国回想起1950年的韩战 也就是朝鲜战争 当时二战刚刚结束 苏联正在欧洲全力扩大他们的共产铁幕的版图 与西方国家发生了激烈对抗 而中共打赢了国共内战 毛泽东刚拿下海南岛准备进一步入侵台湾 就在这时候朝鲜的金日成认为这局势对自己很有利 日本已经战败 国力很虚弱 而苏联跟中共又牵制着欧美几个大国 所以他就抢先举兵南下 发动了朝鲜战争 想要赤化韩国 虽然金日成的野心失败了 但是今天的俄乌战争还有台海的紧张局势 是不是跟当初韩战前夕非常相似呢 那金正恩会不会想逮住这个机会发动突袭 来为祖父完成统一朝鲜半岛的遗愿呢 所以尹锡悦显然意识到了 这个大局非常不利韩国的安全 所以决定大幅修正外交路线来远中抗朝 把国家安全作为优先考量 避免韩战再次重演 第二个原因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韩国也出事 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最早喊出了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因为他很清楚 中共想要冲出低岛链的军事野心 那只要台湾一倍拿下 那日本的南西珠岛甚至整个冲绳地区 都会遭遇中共的军事威胁 不过韩国能置身世外吗?恐怕很难 假设俄罗斯打赢了乌克兰 那欧美跟北约就会更集中力量来守住东欧的防线 那么中共很可能就会趁机出兵台海 因为他们想在台海跟欧洲打出两大战场 让美军蜡烛两头烧 而且别忘了 中东还有个伊朗也在蠢蠢欲动 最近伊朗资助的恐怖组织哈马斯 才刚刚轰炸了以色列 而《华尔街日报》也披露 伊朗还在招募盟友 要对以色列发动更多的攻击 那换言之呢 中共的流氓兄弟伊朗也正在中东闹事 要进一步地分散美军的力量 那如果真的 欧洲 中东跟台海都在中共的部署下 变成了战场 困住了美军的兵力 那朝鲜势必会跟进出兵 发动新一轮的朝鲜战争 那其实啊 这个用多点战场来牵制和分散美军力量的计谋呢 估计啊 也是习近平跟普京讲的百年变局的一环 那用我的话说呢 其实就是中共的百年大变局战略 因此啊 如果台湾有事 那不但日本有事 韩国也肯定会出事 所以尹熙悦才会改选一辙 跟美国紧紧的靠拢 不但准许美国的核潜艇进入韩国来停靠 增加对朝鲜和中共的威慑力量 还警告朝鲜不要发动核武攻击 否则呢 金家政权就会提前领便当 不过金正恩应该得领两份才够吃 第三个原因 亲中核潮无效 损坏国家安全与民意 在过去20年 韩国呢 对朝鲜采取的是绥靖政策 想通过六方会谈的机制 来解除朝鲜的核威胁 但是啊 根本没用 反而呢 还掉进中共的双暂停陷阱 那双暂停呢 就是中共提出的 他要美国跟韩国 先暂停军事演习 然后呢 让朝鲜停止导弹威胁 那大家一起到六方会谈来慢慢谈 但是呢 这个六方会谈和双暂停搞了20年 不但和平没有进展 反而还让朝鲜更加壮大 所以你看 光是今年 三胖发射导弹 就至少射了13次 那其中呢 还有三次是长城的洲际弹道导弹 所以呢 就跟美国以往啊 对中共虽敬一样 那韩国对朝鲜虽敬啊 也一样无效 因为啊 对中共和朝鲜这种流氓 越姑息 越隐忍 那他们只会毫不客气的得寸进尺 大家想想 美国前总统执三谱在位的时候 朝鲜是不是后来不敢射导弹了 那中共的嚣张狂妄是不是收敛了 所以呢 对付流氓 只有靠着实力啊 才能获取和平 而且呢 韩国过去对中共亲近的 是希望通过中共来劝朝鲜要克制 但是长年下来才知道 中共跟朝鲜根本是蛇属一窝 不但一点用也没有 反而还得罪了韩国国内的主流民意 那根据一份最新民调 有高达九成的韩国人民 对中国没有好感 因此啊 我们就可以理解了 为什么尹熙悦要大幅的修正 韩国的外交路线 为什么呢 他会从刚上任的美中等级路线 转向了现在的 亲美、友台、和日的新路线 因为过去二十年 对中共、对朝鲜的外交路线 只是掉进了一场中朝双宁的骗局 那韩国的国家安全危机 反而是步步的加深 另外呢 我们再换个角度讲 乌克兰、台湾和韩国 他们面临的安全危机 其实都跟一个词有关 统一 而且呢 就像俄罗斯套王一样 一个套一个 俄罗斯想要拖命乌克兰 来实现过去苏联时代的版图统一 而中共呢 想利用俄罗斯的统一梦 来乘乱吞并台湾 实现自己的祖国统一 而朝鲜呢 也想利用俄罗斯跟中共的统一梦 来实现自己的半岛统一 所以啊 乌克兰、台湾和韩国呢 几乎是一套彼此相连的多米诺骨牌 而中共、俄罗斯跟朝鲜呢 现在就是急着想要推倒这套骨牌 来推动他们的百年大变局 实现他们的统一面 而不是统一梦 第二个话题 习近平集电乌克兰 百年大变局内幕外泄了吗 在4月26号 中共党媒突然报道说 习近平跟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通了电话 针对中乌关系和俄乌战争 来交换意见 只是呢 根据中共党媒披露的内容 习近平的发言其实还是跟以前一样空洞 但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注意到几个弦外之音 第一 习近平没有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且呢 继续把这场战争叫做乌克兰危机 那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呢 中共就是要把这场战乱的主要责任 归结到乌克兰身上 不但跟俄罗斯没有关系 也不是一场侵略战争 那简单的说 中共的立场呢 还是跟俄罗斯战队 帮俄罗斯来洗地 第二 习近平说 中共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核心立场是劝和促坦 说的好像要来调解战争一样 但是呢 他马上话锋一转 又说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也不是当事方 还有 中方所作所为光明正大 这表明什么呢 这表明着中共 只是客串演出一下和平歌 到俄罗斯门口 飞了一圈之后 就把战争责任 退回去给乌克兰 而且呢 从2月底 中共公布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12点文件 到现在 我们都看不到 中共提出任何的具体方案 来调停战争 只是捐赠一点 人道救援的物资 来打发乌克兰 第三 这一点呢 可能是习近平说的 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呢 他声称反对核战争 他说 核战争没有赢家 有关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 克制 那这一点呢 看起来应该是 说给俄罗斯听的 毕竟啊 只有俄罗斯威胁说 要动用核武 但是呢 这个说辞啊 还是挺空洞的 因为除了一句 核战争没有赢家之外 看不到他有更积极的语言和行为 来劝阻俄罗斯 别用核武 所以说呢 这次习近平跟泽连斯基的通话 其实有点形式主义的走过场 是一种外交仪式 并不是真正想要解决问题 化解纷争的外交行动 那既然这么空洞 那为什么习近平还是要通话呢 这就是重点中的重点了 大家知道 上个月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之后呢 没有去乌克兰访问 所以泽连斯基有点不满 他还公开的邀请习近平访问基辅 但中共外交部却给了软钉子 说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言外之意呢 就是习近平不想理乌克兰 要保持距离 那为什么习近平又突然的 跟泽连斯基通话呢 这幕后的最大工程呢 当然就是中共驻法国大使 卢沙耶的疯狂撒野了 撒野哥日前接受法国媒体的专访 被问到台湾跟克里米亚的问题 那撒野哥说 台湾的命运不是由台湾人决定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结果被主持人反问说 为什么台湾不能像乌克兰人民一样 有人民自决权呢 那撒野哥开始尴尬了 难以自圆其说 就脱口说出了 欧阔乌克兰这些前苏联国家 没有实际地位 因为没有国际协议 来具体认定其主权地位 那此话一出 精正天下 因为在他的眼里 等于是欧阔 东欧和中亚的 14个前苏联国家 都不是主权国家 所以撒野哥立马成为欧洲公敌了 不但欧洲国家要求中共出面警示 还有80名欧洲议员联署 要求法国驱逐如沙也 好 这件事情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我就不多说细节 但是呢 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了 习近平为什么这么突然的 跟泽连斯基通话呢 第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帮撒野哥收拾烂摊子 因为他的发言 不但让中共一口气得罪了 十几个前苏联国家和整个欧洲 还把马克龙之前带回欧洲的 统战分化效果给一次性的抵消了 相反的 撒野哥的狂妄发言 反而还激发了欧洲国家团结起来 对中共产生更高的警觉与防备 那从这个角度看 撒野哥或许可以入围诺贝尔和平奖 因为他促成了欧洲社会更加团结 避免掉入中共的密诱分化陷阱 第二个原因 是撒野哥泄露了中共的真实世界观 他们根本不尊重各国的主权跟国际法 特别是中共想要合理化 他们吞并台湾的正当性 所以一直对外宣称 没有国际法承认台湾的主权独立地位 所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撒野哥会拿前苏联国家出来说事 说没有国际协议 证明他们有主权 因为中共就是想让俄罗斯拿下乌克兰 来佐证他们拿下台湾也有同样的合理性 第三个原因就是撒野哥意外泄露了中共的百年大骗局的一部分计划 中共的百年大骗局我们过去讲过 目前可以看到有四个手段在推进 第一制造核武威胁 第二假和平真勒索 第三减产石油输出通货膨胀 第四利用外交和人质外交 中共跟普京商量了这个百年大骗局的计划 我们知道他们想要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要颠覆现行的国际权力版图 但是我们还不是太清楚 中俄双方的具体方向是什么 但是现在撒野哥的说辞显然泄露了一部分谜底 但我推测 中共应该是跟普京承诺说 第一阶段我们先设法反转局势 解除中俄双方身上的各种经济制裁和技术制裁 让经济来恢复 第二阶段分化欧洲与美国日本的联盟关系 也就是拆解中共眼里的北方世界反华联盟 第三个阶段就是中俄带着朝鲜和伊朗这些小兄弟 一起来分散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拖垮美国的经济 第四个阶段就是让俄罗斯收回过去的贤苏联国家 甚至扩大版图称霸欧洲实现俄国的伟大复兴 而中共就吞并台湾称霸南海控制印太地区 来实现中国伟大复兴 当然了以上这四个阶段只是我目前的个人推测 那不一定就是中共的真实计划 但是卢沙也身为中共驻外大使是副部级官员 他敢在媒体上讲出这些发言 应该很大程度是中共官方思维的投射 而不是什么个人意见而已 所以从我们这些推测来看 习近平突然急着跟乌克兰通电话 就不难理解了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